女球女单新秀戴姿营不只天资聪明还很有爱心 因为五天前才刚刚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夺下生涯第二座超级系列赛的冠军 今天他特别把这支冠军球拍捐出来拍卖 一买所得要全数捐给高雄的偏乡学童 戴姿营刚刚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夺下女单冠军 让她的世界排名连跳三级 从12名要升到第9名 回到台湾 她接受邀请和同乡的女双好手检玉锦 共同参加一场慈善羽球赛 吸引近千人共襄胜举 这场活动最大的卖点是戴姿营要拍卖为她夺下冠军的冠军球拍 希望为她拿下超级系列赛冠军的手气 也能分享给偏远地区的学童 20万一次 20万两次 20万三次 20万成交 小戴的冠军球拍从6万6千元起标 最后以20万元成交 不过主办单位总经理王庆腾不满意成交金额 另外又加码了10万元 让球拍最后成交价来到30万元 听到这个活动 然后就觉得蛮不错的 然后爸爸就想到这个想法 然后所以就告诉我们就说好啊 除了戴姿营的球拍 意卖获得30万 主办单位也拍卖其他商品 包括双打好手检玉井的球衣 一个上午活动就募得120万新台币 都要捐给偏乡学童 主办单位希望 这些爱心都能跟着戴姿营跑遍全世界 U10TV有学生金子强综合报导